製作衣服 可以開始做些 縫製嗎 縫製的話 要挑 會選粗一點的 大概就耗子的樣子 我個人的習慣呢 是先從那個 小的部分 用起 这个是买的肤色的线 棉线 一般的话呢 就是最后塞棉花的时候 身体呢会要用力 塞很多棉花 所以呢我的习惯性是用双线 然后呢线紧密一点 就是到时候塞棉花的时候 也不会出现 一些麻烦的事情 双线肤色 也可以用家里白色的线 我习惯性是鲜绣小的 就类似于耳朵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耳朵 这个部分 都搅出来 耳朵的部分 全部在这里了 大家看耳朵的话呢它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弧度大 上面这个部分弧度大 然后上面部分弧度大 这两个是一组 然后下面 这两个又是一组 好 我们可以开始 把它对折 把它反过来 有毛的这一面在外面 然后呢我们绣这一边 耳朵的这一边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是预留空出来的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缝 缝的话呢用的是回针法 是叫回针法 不知道 先把两边贴紧 贴紧了以后呢大概隔 0.5厘米左右 从这边穿过去 从这边穿出来 一穿过去 从这边穿出来 穿出来了以后呢 再把针从这里回过去 回到这边 然后再在下一个部分 穿出来 这边 然后这两边 这边就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边会稍微 多出来一点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线 一定要在一条纸线上面 不能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要不然的话呢 就容易出问题 就比如说娃娃做好了以后 能看见线计 所以呢就一定是要 顺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就有点下 待会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那我就让它在 让它们尽量的在同一条线上面 耳朵呢 嗯 这么绣完了以后 是要进行一个 对折的 所以呢 它其实就只要绣 一半 把这个弧度 这个是耳朵的外轮孔 绣出来 然后绣的时候 稍微用手把它扯一下 让这个线不要太紧张 线要稍微拉得紧一点点 撕得好累啊 因为我习惯让它的离我近一点来确保 扯一下 放松 弧度越小的地方 然后你的线迹 越要密一点 大的地方可以稍微好一点 好 然后看一下 这边一条线已经封好了 扯一下让它不要太紧张 然后在这个部分 我是习惯打一个结 一定要把这个结打紧 不要造成它的松度 然后呢 我们再把耳朵翻过来 翻过来 其实这样子的耳朵有一点大 看到没 这里有一个弧形 弧形 然后呢 我的习惯是 把耳朵进行 进行一个对折 因为刚刚你把它合起来的这个线啊 最好就在我们画的外轮廓的那个线的那个部分 你看这里还会有线迹 把它缝两针 稍微让它耳朵的这个形状固定一下 缝两针 固定一下 一个耳朵就做好了 一个耳朵就做好了 小耳朵 其实还是看得出来 耳朵的这个轮廓 这边弯过去 所以它不是完全的一个正弧形 它还是上面会有大一点 然后烧下去 这么一个过程 用同样的方法 把下一个耳朵做好 好了 两个耳朵的话呢 就做完了 尽量的保持两个耳朵的大小一致 就是 你用一样的方法一样的图置 那做出来的应该大小是一致的 偶尔差一点点是没有关系 所以对折的这一块啊 就一定要对折到位 因为小剑呢 会比较容易丢 所以的话呢 我习惯是先把小剑就做好 那就是两个耳朵 接下来我们来做 除体 重要的部分 就是身体 这个是身体的样板 先把这两边缝合起 那两边 因为接下来的手啊脚啊都是基于身体的 所以仍然是毛对毛的这一面 仍然是毛对毛的这一面 然后 还是用回针法 大家可以把线剂弄短一点 线剂依旧是短一点 然后直一点 收尾的时候要注意 看一下两边的那个尖端 会不会在同一条线上面 有时候如果换歪了 或者是缝歪了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 逗不拢的那个情况 所以呢 缝是需要 注意的 还是一边缝的时候 一边用手 轻轻的把这个线 拉直 就是让这个布啊 是一种松弛自然的一个状态 就不要被那个线弄得很紧张 一定要紧贴它打 然后我们从正面看 就这个样子 看 没有线剂露出来 因为缝的足够直 然后这个布也没有被那个 有那种折皱 然后这边缝好了以后 一样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用 打火机 把毛烧一下 这边就比较硬一点 就不会出现上这里 容易起毛边 烧一下 注意 一定要 姿势啊 一定要成直角 放平 放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容易把这个线 就给烫没了 有一些 有一些线 我们之后还有用 然后就接着 缝 另外这一边 好了 另外这边也缝好了 大家记住 一定是要一边缝的时候 线都在一条直线上面 正方面都在一条直线上面 然后呢 用手把布 撑一撑 撑一撑 让它这个布啊 不要是折皱起来的 一定是自然放松的 然后这个样子 缝出来 正面是这个样子 反面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烫了一下 接下来呢 就会把 倒醒 是叫什么 等下我擦一下 然后把它 这三个部分 给合起来 然后我们从这边出来 从这边进去 然后把它对折 就让两边 是对折的 之前我说画 画它的时候 就要注意 那个一定要 画的大小 是跟纸样一样的 就是不要 把它画小了 因为如果画小了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 你的这一个 形就没有那么 那么大 然后呢 就会让整个这一块的 部位 就是看起来的 那个 立体效果 没有那么好 还是用回形的方式 缝好 保持在一条直线 最后的话 我会习惯 这里 多缝一针 改一个结 然后这个线就缝好了 看 从平面 就像不像一个小碗 像不像一个小碗 这就是皮皮的部分 外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就线了 一定要缝成一条直线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外面 才不会出现线剂 好 再把其他的地方 再把其他的部分 缝上 好 这个部分 就缝好了 从这边看就是 这个样子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 比较重要的了 两个腿 看见这个弧度没有 大的弧度是这个部分 大的弧度是这个部分 在缝腿的那个 过程当中 有一步 是先要做的 就是把腿的中心线 画出来 中心线怎么找呢 用针 把这两个地方 穿在一起 穿在一起了以后呢 把它扯平 扯平了以后 最高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它的中心 先把中心 好的 中心的这个位置呢 中心的这个位置 对的是这个位置 这样子的话呢 绣出来的那个腿啊 就是我们看有一些长蛙的腿 它跟这个侧边 是比较直的 所以呢 从中心这个袖 会比较好 就是它的形状会比较好 这也是 小机场 大鞋 大鞋 然后 这边是这样子 再给大家看一下 大胡 朝里面 然后 合起来就是这样子 它可以就是从中心点 两边 两边的袖 其中呢 大家会发现 这里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合在一起以后 绣在这个部分的 多出来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跟 这里的这条线 合在一起的 打个比方 看这里有多宽 大概是这么宽 因为 它的那个腿啊 不是直接跟这个中间 合在一起的 我们看到有一些娃 它那个大腿 只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是跟 这里连在一起的 所以的话呢 中心线 定好了以后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其实只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 这一边呢 是跟 到这个位置 重合 这两个点 其实是在一起的 就是 它是紧密的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一边 穿出来 这一边 穿出来 一定的宽度 这里就太宽了 这两边的 第一针的宽度 一定要是 差不多的 因为有时候 你的起针的时候 没有那么 就第一个点 没有那么稳固 所以呢 经常 就第一针 这一边 一边可能起的 就是比较长 然后另外一边 间隔比较短 它的后面 有可能就会 错位 所以第一针 要保证 两边的宽度 是一样的 然后定好位置 有弧度 也没有关系 然后呢 只要 把两边 同样宽度 叠在一起 就两边 同样宽度 叠在一起 就行了 这个地方 要注意 这两个 是在一起的 到省的部分这里 到省的部分这里 一定要 在一起 宽度 要注意 把它压紧 这里一定要 拉紧 跟之前一样的 缝线的地方 用手扯一扯 让它 布料自然放松 仍然保持 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发现 这边的布料 有点短 可以用手 把它拉一拉 去一边缝 一边确定 这两个 会在一个位置上 看 确定它 在一个位置上 有一些缝着缝着 对不上 可能就是 有描图 没描好呀 起针 起的不一样啊 等各种问题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这样 最后 用手把它拉一拉 然后把这里 再收紧一点点 你也可以从这边 开始缝 但是呢 就这里的距离 要注意 多缝一下 定一下 把那个节 中间 如果在旁边的话 缝那个部分就不太好缝了 这个部分 外面看起来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缝 中间的这个部分 有些轻说 为什么就一定要中线呢 然后不能从这边直接缝过去呢 那是因为 你如果都是在中线的话 它的那个腿啊 它的腿合起来了以后 这条线 也是在挖的中线 我以前试过不找中线 就会造成这个挖的 腿的这个缝合 先会靠外 就是从外 就比较不太好看 那这种方法是 比较好看 比较精致的一种方法 好 这收完半边的 会发现这边比较平整 然后呢 这边因为有弧度 所以的话呢 它会 嗯 因为这边会比较长 它就会形成一个弧度 就是它屁屁的那个弧度 所以呢 现在这个状态 是正常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点 对点 中心线 对中心线 那这一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从 这个点开始 往里面缝 会方便一些 这个点大概就是 这个宽度 就是这个宽度 大概的样子就 差不多了 一般不会偏差太多 这样子呢 就可以保证 它的那个位置不便宜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跟前面的半个 再做一下 加固 就是不要让这个 有缝隙 好累 一个腿腿 完事完了 用手把它 撑一撑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空间 空间就是 缝这个部分的 然后腿 再缝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 跟这里 这里 跟这里 缝在一起 然后腿腿 缝在一起 另外缝在一起 好 同力 再把另外 这一边 给完成 好了 现在两个腿腿都缝好了 然后并且把这个地方稍微 烧一下 大火机又坏了 待会全部缝完了 这手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脚踝 脚踝呢 就像个耐克的标志 然后呢 是这么堆着的 到时候 从这个地方开始缝 然后大概 缝到 这个位置 缝到这个位置 缝的过程 就是 这两个 对 这两个 然后弧度的话呢 其实 也不难 如果你是初学者呢 怕不好掌握 这个部分 可以 大概这边缝一段距离了以后 它从另外一个点 往中间缝 就会看见 其实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像 百折裙一样的裙边 缝完了以后 第一次做完 还是稳妥一点 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 这样子 比较不容易出错 你就不用再花时间 重新再弄了 要不然偶尔还要花时间 重新再弄 你看 这就跟开始 中间的那个位置 接起来了 多缝两张固定 好嘞 然后找回 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需要把这边 也给缝好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 啄啄板板 啄啄板板呢 有一种是这种 钻圆的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那个 椭圆形的 我有可能会把那个板 修成椭圆形的 因为椭圆形的话呢 它的脚穿鞋子 可能方便一些 那如果是要绣的话呢 绣椭圆形的是怎么做呢 椭圆形的话呢 是需要找中线的 比如说 我先把这个 把这个脚踝的这个部分 折一下 然后呢 在它最高的这个点 定一个位置 因为 这个点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弧度 大概就是这个弧度的 中心的样子 一般情况下 就把它最高的点 对折一下就行了 然后如果是那种弧形的呢 那也需要把这一块 脚脚板板这一块 对折一下 然后呢 找出一个中心点 就是那个 如果它是 它是 椭圆形的话 那这边 就是椭圆形 高的地方 也定一个中心点 然后呢 从这个中心点开始 缝还是绒布 对绒布的部分 中心点 中心点开始缝 然后很多朋友 对这个弧形 不太了解 其实的话呢 它就是把它的那个脚跟 大概缝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在跟那个 在跟 到时候对折的时候 跟这一边 上连接 那到时候 我也会把这个部分 稍微修一下 那我们先 我一般是先把短的缝完 然后再绒长的部分 短的这边 就缝完了 现在就缝长的部分 起针的时候 可以在 前面缝好了的地方 起针 其实我也很想 这些部分都是用缝纹机 但是又觉得 我自己才缝纹这个技术 就是没办法 做得这么精细 所以我也很苦恼呀 最怕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两边 先后真比较大 要是细分简直就崩溃 末尾的这个部分 可以多缝两种 这样一个组织板板就缝好了 大家可以看见 如果 这个是身体 超前的话 这个角角板板 这个部分 也是超前的 今天这个部分 也算在前面的 那就说明 没有错 然后再缝 下一个 好 然后另外一边也缝好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朝正面 两个主重 都是朝正面的 也是OK的 没有问题 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做 就是大家最搞不清楚的 手臂 手臂的话呢 一般先缝下边 下边是这边 我们按照刚刚那个 叫中心点的方法 把两边 这个点 用针 穿一下 穿一下了以后 然后 画一个中心线 画好中心线 因为手臂的那个形状啊 下臂 下臂就是 它需要的是通过前面去看 就比如说 这个手臂 它的那个弯度 都是朝肚子这边的 都是朝肚子这边的 然后呢 它跟前面的有所不同 大概是这个方向 它的正面合起来 是朝一个方向的 所以它的这个弯 就是对着的 现在 这个弯是朝前 弯是朝肚子的这个方向 然后呢 长的这一边 是后片 短的这一边 是前片 缝的时候呢 从这个中心连接的部分 就是前片后片中间的部分 跟柱子的中间的部分 缝合在一起 中心连接的地方 好 两边 是 门朵的 就是 感谢观看 下笔的缝织没有说具体到脸部部位 就是缝到那极尾就是能接入 然后把另外一边缝上 从这边 缝这种两边接口 就是两边这个接口部分 尽量不要过多的去拉扯这边 因为有时候就可能会把它稍微拉开一点 它就比较对不起 所以呢还是在一个自然放松的状态 来进行平直 来进行平直 缝每一针的时候 依旧要把两边都看一下 是不是对起 好 下笔的话 一边就缝好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开始缝上笔 上笔 你看啊 这两个是同一个弯度 但是如果背对背的话 就会发现弯度不一样 那就不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 翻过来 它们就是贴紧的 缝上笔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打个比方 我们缝好了 缝好了以后 就要把它翻过来 对不对 翻过来以后呢 上笔的这个部分 就是朝上的 其实呢 上笔 连接起来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 真正的上笔缝好了 再翻过来以后 它跟前片和后片 这个部分 是成一条直线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管怎么缝 下面怎么缝 都要保证 保证上面是这一条直线 那如果你从底下缝的时候 经常缝着缝着 它就变形了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 就是从这个点 上笔 从这个点 开始往底下缝 这个点 对准 最高的这一个点 那它翻过来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得 也就是说 翻过来了以后 一条直线 那我们先从 这个点 开始往下缝 因为它到时候可能会出现 有一个节点 是三块布在一起 就是到这个点的时候 其实是三块布 连接在一起 就只有这一点点是比较复杂 其他的还挺简单的 我觉得 第一针注意间距 注意不要把这边的脚缝进去了 这边是待会缝在一起的 先把手臂跟 后片的这个点缝上 然后 再把它 跟下臂的这个点 缝上 看到吗 先跟这个点缝上 然后退回去 再跟 下臂的这个点缝上 哎呀 嚇我一跳 我以为又缝错了呢 这个点缝上 好 现在一个三个交接的地方就缝好了 三个交接的地方缝好了 现在 就是把它 反过来 在这边都缝几张 把它给缝紧 嗯 如果是新手的话呢 我建议你大概把这边缝紧了以后 就把这边先结束掉 结束掉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就是把它们给 重合起来 就是为了确保他手臂的形状 是好看的 不会起折皱 如果新手的话 从上面一路秀下来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缝着缝着形状就不对了 所以有时候为了形状好看 我们可能需要 从下面 从下面往上缝 这都是为了保证形状 其实呢 我觉得可能跟着我的视频一步一步的做 比一次看完了 就做的那个要好一些 因为你有时候就看完了也会忘记 我自己经常缝着缝着也会忘记 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 小手收 把它翻过来了以后 然后把这边缝上 新手的话呢 还是建议缝到这个位置后 就把它给… 断掉 现在有可能缝着缝到上面 就连不上了 所以还是从每个关键点开始 是不是觉得这个线头有点晕 搞不清楚 多比划比划 应该就行 看起来有点痘 看懂了吗 这个尖尖 跟这边缝合在一起 又到了三个街头的地方 先从 手电 先把手臂 跟那个缝在一起 再把手臂 再把上臂 跟 多弄一两个来回 把这个部分 完全 大家看见没 这个部分 就是一条直线 它到时候是需要的那个下巴 和头 编在一起 然后 侧面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现在手臂 还有就是夹夹板板 都缝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把他的 腿 就缝在一起 腿的话呢 会 比较简单 但是呢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 这个点 腿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然后的话呢 我们为了保证腿型的好看 所以呢 还是从点出发 先把 肺部的前面 这时候真的 不能用顶针 先把这个部分缝在一起 然后呢 再把两个大腿的根部 就是大腿的根部 缝在一起 就猜对 一定是 每一节 就是 每一节 每一个部分 都是 能完全拼在一起 如果新手 怕对不起的话 还是老规矩 就是把头 这边缝一下以后 然后从这个部分 往上缝也行 就是你要确定 它的每一个 一段一段一节一节的地方 都是能玩 都是能在 契合的 再把它接到下一段 就这个时候 非常需要一个顶针 看见没 我是从这个脚 穿到了 腿下的部分 I hope 再鬈下的部分 好 因为这边也会有交叉的部分 所以的话呢 也可以 把它向个交叉的部分 再固定一下 反正多缝 把它缝紧了 只要在一条线系在一条直线上面 多缝一下也没有问题 因为要确保它不会有 用棉花的那个情况 可爱 一个腿就睡完了 我们现在把它翻出来 看看 然后脚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腿粘在了一起 然后呢 发现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孔 那就说明线没有缝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脚上版本翻过来 应该是这个地方 把它再封进来 线了 因为要打结 有时候针实在穿不过去 我们就会用到顶针 或者是针子 或者是针子 然后是针子 有时候针子 点针银子 它针子 它稍微 然后针子 边面 缝融一下 把针子 放在针子 就是针子 轻薄 所针子 就是缝的比较总了 东西重要还是做得精致一点 精致一点好看一些 好,我们现在把另外一边也缝上 好了,现在招板板和 招板板和瘦瘦已经缝好了 接下来的话就等待合体 拨出来的部分是有两只耳朵 加一个下巴 这个呢,它是需要跟身体连在一起的 所以的话呢,时候 会把面皮瘦完了以后 会再出一个合体的合集 希望我尽快的把面皮做完吧 拜拜咯